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两位老师到这边我们中午的时候在交流 在沟通 北斗老师说我们中午可以聊一下今天下午讲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中午是也没聊出什么来 而且饭也没怎么吃好 而且我特别的在今天的活动中 我觉得北斗老师跟我说因为他这几年身体不是太好 所以他一般的活动就不出现了 但是今天盲克老师的活动以及盲克老师的新书 他特别要为老朋友来今天做一场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证明北斗老师对今天活动的重视 就是我们刚才在来的路上 我发现北斗老师穿了两只左脚的鞋子 还不是一个色的 还不是一个色的 盲克老师呢特别好玩 然后呢他今天中午在这边 我之前有听另外一位中国大陆最好 我个人最敬仰的一位作家 所以阿诚老师就讲到盲克老师 阿老师不太轻易赞许人的 但是他特别提到盲克老师 而且他跟我讲过一个细节 我大致我记得好像是今天当时在开一个什么会的时候 在一个什么场合当中 阿老师说那个现场乱得一塌糊涂 几次都安静不下来 然后我们非常帅的盲克老师就站了起来 许许的向四周看了一眼 就都安静下来了 就跟今天的场子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就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 我们还是先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盲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 以及他的往事 有请 问好所有到场的朋友 今天咱们的话题好像就是往事与今天 这个话题起源于就是我写了一本书 是去年用半年时间断断续续写了一本书 叫往事与今天 这本书呢由台湾的印克出版社出版的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呢 是原于北岛兄他给我提议的 因为我们1978年创办的文学刊物 今天杂志到今年2018年 正好40周年 因为所有的老朋友们都写了文章 北岛就跟我说呢你应该写一篇文章 后来我一想呢 就是一篇文章写不了这么多的内容 这么多的人物 所以呢我又不好意思不写 因为很多事情我都是亲历参与和组织者 所以呢我就按我的记忆 我说我干脆就写一本书 我尽量压缩着写 也写了差不多十万多字 当时呢因为这本书呢 我相信啊就是如果你们要想了解这个 我们创办今天的详细的 我个人了解的内容 就是你看这本书是最好的 所以呢我就说呢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往事 今天就说实际上呢 我和北岛呢就联系好 北岛说呢咱们谈往事 谈今天你到香港来 我一定来给你捧场 我这有老朋友嘛 我说那我非常高兴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一块 以大家一块见面 其实我们俩共同坐在一起 谈论往事是很少的 这回好像是头一回 所以呢我先简单地说几句 然后咱们先叫 咱们我的北岛兄先说几句 然后咱们接着再聊 好吧 我在那个北岛老师讲座之前 我先插一嘴啊 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活动的听众很多 北岛老师特意嘱咐我 他说因为可能等会我们在现场也可能照顾不周 所以等会我们在提问的环节当中呢 我们会现场还是以收纸条的形式 就大家有什么感想什么问题 以写在小纸条的这个形式上给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能不能举举手 给到我们的听众 读者朋友知道你们在哪 太少了吧 好 等会我们会有三轮 这个收一下大家的纸条 大家然后这个给到你们想说的这个意见 我就有一个我以前的活动经验 就是大家写在纸条上 别写在餐厅纸上 好 有请北岛老师 我们现在介绍这个今天杂志 这是复制的 复制感 就是比较接近的 在十年前 就是三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 在今天 我想让这个盲客讲讲 咱们时候怎么决定办这个杂志 是从 我记得是七八年的九月份 我记得秋天 在黄瑞家 对吧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其实我和北岛呢 我们是1972年就认识 在七十年代初呢 北京有一些写诗的朋友 都是年轻人 然后呢 互相写诗 互相认识 当时被称为地下文坛 那个时候呢我在插队 北岛呢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 一个工人 我是76年 从那个插队 就是当我们在白羊店插队嘛 回来的 回来以后呢 我分配在一个工厂工作了也就一年多 在七八年的时候呢 北京呢 正好赶上了就是 当时在 在形成了一个大家称为的叫民主墙 就在西单 有一道墙 那道墙呢有一千多米 因为文革造成了很多冤案啊 或者很多东西 所以那时候呢有很多上访的人 在那块贴一些大字报深渊的一些东西 所以那块每天都有很多大字报 也有很多上访的人在集会 所以那个时候那地方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被称为 大家因为是公开地发表言论 被称为民主墙 我们当时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七八年九月份 那个时候呢 我们觉得是时候 我们应该去做一件事情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写的一些啊 包括一些作品 都只能在地下的 被称为地下的文坛嘛 就不能公开发表 后来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趁这个时候办一本 自己的刊物 九月份的时候 当时我们三个人 还有一个画家黄瑞 后来也是新兴画会的一个负责人 创办新兴画会的人 我北岛和黄瑞 我们当时就在黄瑞家 我们就谈到这件事情 当时是北岛说的 咱们是不是能办一个杂志 当时我和黄瑞都同意 因为黄瑞呢 本身是画画的 他就是负责包括美术方面的东西 我们决定做这个刊物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三个人还是人手少一点 我们就希望再找几个朋友 最初我们一共是找了七个人 包括我们三个人 成了一个编委会 创办今天杂志 当时因为杂志的名字还没有起 后来在七八年的也就是十月份左右 我们当时在一个编委家 这个编委当时叫张鹏志 他住在古楼一带一个四合院里头 一个小杂院里头 我们在那开会商量办这个刊物 决定起这个刊物的名字 北岛说他当时提议 就是说每个人吧 想个名字 作为杂志这个名字 每个人随便出一个名字 当时这个 今天名字这个 也确实是我起的 因为我也是无意中突然想到 今天比较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过时 就是你任何时候 这个作品都是代表着今天 所以大家都同意 我们看物名字有了 我们具体的实施 就是怎么印刷出这本刊物 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不是那么很自由的 所以我们在印刷这个刊物的时候 就是完全是要保密的 就是非常秘密进行的 其中我们有一个编尾呢 叫陆幻星 当时呢他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的房子里头 他说在他那块的印刷呢 就比较安全 后来我们几个人呢 就说等于完全是秘密印刷了 那时候包油印机纸张都很难搞到 但是我们就为了办成这个杂志 我们就到陆冠星家里 就开始去游印这本刊物 我们实际上来讲 印这本刊物呢 等于我们一直印刷出来这个刊物 实际上是七八年的十二月二十三号 所以我们把十二月二十三号 就作为我们的创刊日 实际上我们在这之中印了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 也就是自己有印 因为这个很麻烦的 又不能让人知道 所以这印刷过程我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要讲解话太多了 但是我们在十二二十三号把这个刊物印出来之后 我们就决定第一个宣传出去的办法 就是在城市里张贴 我们首先想到的张贴 就是当时在民主墙 西单墙 因为这样看的观众多 然后呢我们又包括当时印刷的时候 这个我可以稍微简单讲一下 当时我们因为我们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也许我们去张贴 就认为可能会出现问题 也许出去以后就可能回不来了 所以当时我们就有我 北岛和陆幻星我们三个儿 就说我们别人都别去了 咱们三个儿去张贴 万一出现问题呢 我们当时也抱着一去不复法的那种感觉 也许就可能被抓起来了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民间去办这种刊物 所以我们三个儿去出去张贴 张贴过程很简单 就是我们跑民主墙骑自行车 三个儿合作 完了我们自己拿着刊物 拿着建护筒 民主墙张贴完了 我们就把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文化部 文化部那张贴 文化部那大墙很大的 而且干干净净 我们也无所谓就给张贴了 但是我们包括王虎景最热闹的地方 很多地方我们张贴 但是特别有意思 观众特别多 警察也在后边跟着看 就没人抓我们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机 其实我们当时创办刊物的时候 我们想争取一种出版 就是写作和言论自由 其实我们就赶上了一个时机 当时他给你看了一个今天刊物以后 因为我们印了九期 从七八年的12月23号到80年的中旬 我们双月刊 每两个月一期 我们出版了九期 等于这九期的时间 我们享受了一个出版自由 当然中国那个时代 很多年轻人也不太了解 那个时候也是中国一个变革时期 我们也赶上了一个时机 所以九期出完之后 变革那个时期 可能也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又被取缔了 就公安局通知我们取缔我们 当时取缔所有的民刊 我们这九期刊物已经终止了 我们也就是到80年的时候 这个刊物就结束了 早期的今天就这九期 我先暂时讲到这儿 我记得其实是12月22号晚上 我们最后印完了以后 我们去一个夜间餐馆 好像在北京只有那么两三家 咱们去过是不是在东四十条 记得吧 咱们一块喝的酒吗 那个 当时那个年代啊 北京的夜间开的餐馆非常少 不是酒吧啦 就是小酒馆 那时候北京就喝着很略等的酒 基本都是司机啊 那时候北京还用赶大车的 马车什么的 那些人在那喝点酒 东四有一家 还有就是新街口那边有一家 我也忘记在哪家了 我就记得我们张贴完了之后 什么事没有 后来我们在那个 当时的那个司刊社是在虎方桥 没有没有 这是在之后 这是咱们演出 贴完之后 张贴之后 之前咱们先聚的 这最后一次聚会 咱们都吃面条嘛 每天这个 我来说一下 我们角度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是在那个陆焕兴的这个农民团 它那个面积也就七八平米吧 是吧 现在就是使馆区 那边已经称使馆区了 对 然后呢 那个我们是 一共是两夜 三天 每天就是炸相面 每天都炸相面 然后后来就是那天 12月22号晚上 大家终于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决定去吃顿饭 一共是五个人 是吧 咱们去的十条 都是十条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五个人做了一个决定 到底明天谁去张贴 就我们三个人 一个是盲客 一是我 还有就是那个陆焕兴 当时大家就有点伤感 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我们说就会承担当时要承担风险嘛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当时在听别的收音机 正好是八届十一届全会 是吧 它正在发那个公报的时间 同一时间 如果是你查应该是七八年12月20号晚上 然后接着我们其实又从23号去的先日在北京市中心 我觉得包括除了文化部也包括中南海吧 我觉得是不是也贴在中南海 中南海咱们不可能让咱们贴 是吗 那个贴门我们本来想贴都没贴成 对 天安门这一单说实话 最早在那块当时弄了一个大木板墙 最早是当时贵州黄祥他们在这贴过 贴过他自己写的那首诗什么火神教养曲 后来教养给撕了 从此那块就没法贴了 我们在王武井贴过 在诗刊社 虎方桥那贴过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贴过 文化部 那天23号我们就贴了这几处 后来第二天之后咱们跑到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挺好的 因为它有一个三角地 我们当时贴了以后 今天第一期保留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撕 都没有撕掉 学生们看的也挺多的 人民大学我们当时印象特别不好 我们进去之后就一帮保安就跟我们就不让我们贴 我们就死活贴了 贴了以后他们就死活给我们撕下来 后来我说这个学校可真是 就算了吧 他们人多 我们就走了 所以当时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些 然后再讲讲今天这段历史呢 其实是这两年 其实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细节啊 包括其实我们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其实是工作人员 其实是包括当时的工人 还有售货员 这个我可以讲一下 其实大家了解今天杂志 很多人都知道什么《蒙隆诗》 因为《蒙隆诗》的这帮诗人 基本是从今天杂志上发表作品出现的一帮人 大家都知道这些作者 因为作者容易出名 实际上来讲呢 真正今天编辑部是分两拨 一拨是作者 一拨就是真正去游印这本刊物的人 所以编辑部成员 大家都是默默无闻的 因为印刊物这些人 编辑部人是冒的风险更大 因为作者你就发表作品嘛 他也不参与什么活动 出名就出名 不出名也算了 但是编辑部的人呢 就是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 包括发行啊 包括印刷 当时我们都是自己印刷 那游印机那个腊指都自己刻 刻一张腊指很费功夫 还得找那个字写得好的 刻腊指有一定技术的 但是呢你印刷印不了多少页 那腊指就破了 你还得重新刻 很麻烦 等印完了以后 比如我们要求印一千册 也许根本就一张腊指印不了多少 完了还有最后印好了 还有折叶子 装钉 这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你别看啊 就叫你们自己去干点事 现在当你很现代了 你弄一个东西很快就印出来 你要说自己做得特别费功夫 所以今天编辑部有些这些成员 实际上来付出的努力啊 付出的心血是最多的 可是大家知道的基本都是今天的作者 这帮出名的诗人们 一些 所以我简单介绍 实际上是分两个部分 不同的 对 还有其实讲点 我们其实参加过诗歌老诵会 咱们是第一次 也是永远是第一次 我们是79年的4月8号 春天 是吧 你也讲讲这段历史 不好意思 我整主说了 那个像你们如果看了我这本书呢 我也在推销这本书呢 其实写的内容很详细 介绍那段的经历和历史 1978年我们先创刊 79年的4月8号 我们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 当时地点我都写得很清楚啊 就是当时在北京有一个叫玉岩潭公园的地方 有一个叫八一湖 八一湖派一个小松树林里的 因为我们只能找一个 剧场是不可能让你去搞这些活动的 所以我们只能找这个野外了 野公园 野公园这种 但是这次朗诵会特别成功 我们实际上来讲 就是头一天两天我们在西南墙 就是民主墙贴了这个消息 之后那天去的人非常多 当然再说实话警车也挺多的 后来很有意思 很安静 那个现场啊 就是一种非常有意思 大家都是三三两两地在这个小树林里呆着 但都不往中间这个台子过来 因为大家都分散了 后来因为那个 当时也是老北岛说你主持这个活动 适合主持 其实阿诚写的东西说 老北岛说上去什么让他们不过来 他写的就是这个事 后来以后也很 气也没那么喧闹 只是我上去说了一句话 我说大家都往中间来 这些人呜呜呜全过来了 它是这么一个场景 那次朗诵会实际上来讲 还不像现在一样 现在朗诵我们都自己朗诵 那时候我们还 比较讲究请那些会朗诵的 好像要有点 有点专业的 当时朗诵人很多 包括像陈凯歌那个电影当中 也来帮着朗诵 他说我会朗诵 这那的 都是自己报名来朗诵的 我们还得检查你朗诵的怎么样 其实是很荒诞的事情 王克平 对 王克平雕塑家 他原来是在广播文工团什么的 都是请那种 后来其实那次活动 因为大家很能讲究效果 那时候我们也第一次搞 不太了解这种 后来实际上诗人自己朗诵是最好的 因为毕竟你写的东西 你自己能把握出那个感觉和节奏来 所以他刚才提的这事 就是4月8号我们搞的第一次 所以民间第一次在北京公开搞十个朗诵会 不像现在随便哪儿都能搞 那时候没人敢搞的 那个朗诵会结束以后 我们两个就是怕警察给抓起来了 所有人护送我们 护送我们一直走走 当我们一直走到城里之后 这会儿让大家都撤了 北岛说你跟我走 我就跟他走 他还挺有经验 他带我穿上那一个四合院 从这进去 从那边出去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熟悉 他说我同学住这儿 后来他又带我穿过四合院以后 又跑到一个长途汽车 我们俩坐了以后 长途车就跑到昌平新庄 当时电影学院在那儿 他也不这么知道那个地方 后来我们跑电影学院那个学生宿舍 当时那帮什么田壮壮 陈凯歌 很多艾薇薇啊 他们都是那个学校的学生 等于我们那天晚上在那儿躲了一晚上 躲了一晚上之后呢 我觉得没意思 我说我就回去吧 我在这儿躲着干啥 然后我就走了 老北岛应该在那儿有点事儿 他就在这儿呆着了 我就先回去了 我先说这儿吧 叫他说吧 好的 还有第二次呢 那朗诵会 你还记得时间吗 1979年的10月21号 他老让我说 第二次朗诵会实际上来讲都有点抗议性的事儿 就是当时有一个探索刊物的那个魏京生 当时是主编 我这本书里都写到了 他们其实探索刊物就三个人做的刊物 当时跟我们关系挺不错的 后来那魏京生因为有不管什么原因吧 反正他就给抓起 给判刑了 我们后来在判完新事后 我们又搞了一个朗诵会 其实有点抗议性的那种 有一千多人 对 现在我们那时候只要搞活动人都很多 包括我们在那个子院搞那个作者读者的这个座谈会 都去的很多 因为那时候年轻人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所以像我们一般朗诵的时候 那上千人的场合是太多了 不像现在你到哪儿去就几十多人听着 这很少 以前可不这样 以前大家非常狂热 包括我们都到北大去朗诵 我后来为什么各大学我不去了 八六年 八七年我都去北大去朗诵了 朗诵完了 说实在大学生就游行啦 后来我就算了 这好像没有点煽动事 现在也不是 你叫咱们说吧 这个盲克老师就不知不觉 刚才北大老师昨晚跟我说 他说 盲克老师一说话 时间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我刚刚一看表已经两点三刻了 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履行刚才说的 我们的小伙伴我们有想法的 你有纸条的还是递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不好 你们悄悄地可以招呼举手 给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哎 地址条 对 大家的问题简单一点 简洁一点 好不好 就不要先个人独厚感讲一大串 我们其实还接着讲讲和新音画展的关系 其实今天杂志和新音画会其实连在一起的 你来说这个 这个我得说一下 新音画会很重要 因为新音画会呢 它的这些创办人 包括黄瑞 马德生 王克平 当时这些艾薇薇 曲蕾蕾 这些所有的画家 艺术家 都为我们今天做过事情 包括不管是做插图 写文章 参与 创办 印刷 都参与过 所以当他们成立新音画会的时候 他们在做这个第一次新画展 其实第一次新画展呢 实际上在美术馆 东侧的那个街头公园 这个新画展第一次做展览 说这个事情是一个 挺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第二天 新画展的所有作品就被警察给查封了 全给 把作品给关到北书馆里去 我们为此这件事情 跟新音画会 当时还跟一些刊物 当时所谓民刊嘛 做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这事实上是还讲应该去说一下 我们当时提出给政府提出抗议 希望归还这些作品 就是应该 你不能查封这些作品 我们做了一个当时非常大胆的一件事情 正好是 79年的10月1号 我们提出要求 10月1号之前给我们答复 退款作品 如果不退款作品 我们就要游行 示威 但是也特别奇怪 它政府 北京市政府 它就不给你答复 但是我们必须 我们说话也算话 那我们就真的游行啊 后来我们还就真游去游行了 我们就是在民主墙集会 10月1号 10月1号 30周年 30周年大庆的时候 我们游行了 这个也确实 是一件对我们算是一件比较 做了一件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人家说你们胆太大了 敢游行 这个游行的经历 我在这个书里也写了 当时大家先演讲 抗议 要求艺术自由 艺术民主 就是归还作品 后来我们就游行 游行的经历也很简单 我们就是 当时真是呈现上万的人 因为其实组织者就二十多个人 完了以后我们演讲完了就开始游行 往长安街上走 到辅游街那个地方 再过去就中南海了 中南海大门 这个时候呢 这很神奇 就是警察 一骗警察就出来了 我觉得警察也得上千 当时穿的全警服白的嘛 我觉得这特别精彩啊 就是警察一出来几排往一站 等我们再回头一看 后边本来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全跑了 起码离我们那几百米去了 就给我们二十多个人给撂着钱头了 当时我想这个 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觉得这警察那警车又在那儿 就把这二十多人扔车上就完了 这事就结束了 但是人家特别讲理 各位老警察说 你们游行可以 但要听从指挥 不能走天门 你们那拐弯 从当时有一个音乐堂 你们从那边 从当时那个前三门那儿走 我们当时也惊住了 你让我们走 让我们游就行啊 我们就听你指挥 反正你别抓我们就行了 我们就往那儿走了 后来队伍又越来越开始壮大起来了 当然走到北京市政府在王武警嘛 我们到那儿 在那儿做了一会儿 演讲了一会儿 完了递交了抗议书 有三个人代表 他 北岛 黄瑞几个人上去递交抗议书 完了我们就 见好之后就撤了 对 好的 这个 讲什么 事前史啊 对 我觉得正好应该讲讲这个 不是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杂志 今天杂志 我觉得还是和文革后期有关系 当然更早的话 追溯到可以追溯到像张朗朗他们这一批人 在文革以前 当时主要是高杆子的一批 叫《太阳纵队传说》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作品是在六十年代的末期 后期 我觉得是比较关键人物其实是 陆幻星 不是不是 我说错了 郭鲁生 郭鲁生 他的笔名叫《实质》 他是 其实比我只大一岁 但是他写作可能从文革 早期就开始写作了 大概从六五年到 他的营养到六十年代后期 很多是传播的 主要是首钞本 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受到他的影响 因为我记得是1990年的春天 我和我们几个同学在划船 突然有一个朋友朗诵他的诗 就是郭鲁生的诗 我非常吃惊 我说是外国人吗 他说不 他说是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同代人 后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那么后来其实 然后就有不同的这个北京的就是文化的这个文化圈 包括盲克 盲克有他的圈 当时有这个 后来叫白昂殿石派 这是后来的一个说法了 其实他们其实是一个是叫多多 他的名字叫历石针 还有一个叫岳仲 他们都是北京三中的初二的学生 是吧 然后他们在那个村里叫 在白昂殿插队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72年的冬天 我第一次认识了盲克 盲克那时候还不叫盲克 就是猴子 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从小就一个外号 可能我那时候比较瘦小 现在当然也瘦了 没这么高 所以外号一直就是 他们都管我叫猴子 也又叫叶猴了 又叫金丝猴 叫什么都有 后来我们俩不是互相起的笔名吗 这七八年 北岛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后来呢我这个盲克是要叫monkey 就等于是英文的缩写 你不能写monkey 那就是盲克吧 就是 北岛呢 因为他实际上他是南方人 但是他生在北京 长在北京 这是北方的意思啊 北京的意思 岛呢 那时候他写的一个第一本诗集 叫陌生的海滩 里边没少写过关于岛啊 关于我说 而岛游下面是比较独立的 我说你叫北岛挺好 我给他起出名来了 我们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 大概不到一个月 然后有一次咱们骑自行车 我们大概十几分钟就决定 第一个我比较容易盲克的猴子的名字 一下容易叫做盲克了 然后他还给我起的名字叫北岛 后来呢就是到了二十年以后 就是二十周年在东京 今年那个一个纪念活动 然后那个日本的记者就问我的名字 到底叫北岛的名字什么意思 后来就你过 你后来终于就是盲克在场的时候 他解释这个意思 就是说叫北方的海中沉默的岛 是吧 是你解释的吗 有这么失忆的名字 你还沉默了 你且沉不了了 不是 沉默的 我是那个 就是什么 无声的 无声的 我叫沉默 这个是沉默的 挺逗的 非常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我们收第二轮纸条 然后我这边有一些问题 他们听众的问题 我可以跟老师请教 我刚才看了一下问题 然后我听了盲克老师的回答之后 我觉得我们好几位朋友都提了关于写诗的问题 我觉得在提了关于写诗的问题之前 比较实际的问题是让盲克老师先给你起个名 今天是他起的 北岛是他起的 都红了 所以你这个在写诗之前先让盲克老师给你起名 如果盲克老师不愿意给你起名呢 我就诗也别写了 这个我给很多人包括画家很多名字我起来都起出名来了 还有谁 还有谁 这我就不说了 这我就不说了 他最有名 好 先问一个问题是请教盲克老师的 他说盲克老师您几年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针对诗歌消亡的问题您回答过 你说他爱消亡不消亡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位朋友说现在您的这一态度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您更愿意用诗人还是画家来称呼自己 他更愿意用monking称呼自己吧 对不对 有很多外边流传的关于我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的忘 也许顺口一说 刚才他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写诗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就是因为别人代替不了你 而且写诗你看我很少评判别人的作品 我欣赏我就欣赏 我不欣赏我就不欣赏 但我不会去批评别人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经验不一样 他写作的东西内容肯定也不会一样 你去阅读别人的东西你只是了解别人 你不是挑人毛病去 所以呢我觉得只要去写作去创作 我都觉得挺好的 因为你总比干别的事情 你干些坏事这样一点 是吧 好好写点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写自己的内心 写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我就尊重所有创作的人 但是我很少去批评别人 你可以用每个人的欣赏 这个品味不一样 你可以喜欢 你也可以不喜欢 但是写作应该去鼓励别人 刚才他后边又问啥了 您愿意用诗人还是画家来称呼自己 我都无所谓 我首先来讲说我不是画家 我从人家说 你是画家 我画画 我画画说实在 我说句坦率画 我出发点就不一样 我不是为了艺术出发点 我当时是为了卖钱画画 所以我画画目的 我把我的画当成商品 有人去买 我考虑为生 我又不能靠写诗为生 有人能靠写诗为生的吗 是吧 所以诗人不诗人 我觉得和画家都是别人称呼的 我从来没 我跟谁说我是诗人 我没说过 对吧 你们愿意生活 那叫我什么 叫我什么 我也没辙呀 对吧 我都不在乎的 我无所谓 真的 好 谢谢 好 然后呢 完了 这是问北岛老师的 他说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早年的创作经历 以及您是怎样完成一首诗的 其实我是1970年写诗的 可能和郭鲁生的《春天》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那个 他应该是《命运》还是什么 《烟酒》 《烟酒》 《烟酒》它是比较重要的作品 对 当时我 原来我们是写旧体诗的 后来突然我想想 觉得要试试新诗 然后最初其实从 从70年到72年 我这个作品自己都毁掉了 自己觉得很 自己也不满意 到72年 如果你看我的诗集的话 从72年才是真正的开始的 其实我和《盲客》 我们 我可以说受到了盲客的影响 受到了盲客的影响 我受过早期的 这个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那时候第一次我跟盲客 冬天 是吧 那个有个叫刘宇 刘宇是一个朋友 他给我介绍的 然后呢我们跟他聊起来 我看他的诗 其实我对他 我们俩互相是还争辩过 但是我觉得诗 确实对非常直接 而且特别有想象力 他后来我接着 我们1973年的夏天 我跟他又见他了 那我看的就是他的一个蓝色的 一个笔记本 是吧 是一个比较硬的 一个很精美的一个笔记本 他抄的诗 还有我对盲客的诗 对我可以说 我受到盲客的影响 然后你说我的问题是什么 哦 翻试 后来我写作其实是 我的转换可能和盲客 多少有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不光是 还有一些其他的诗人 包括我刚才说的 有个叫月仲 他的外号叫根子 还有一些叫衣裙等等 都是一些不同的牛派的诗人 那最初写作的过程中 其实我是不断地在修改 比如大家说回答这首诗 其实出稿是1973年 他那时候还没有一定回答 当时名字叫做 当时名字叫做告诉你把世界 这个题目的名字 后来到了1978年 今天真正在创刊之前 我订稿的时候就最后定的名字叫回答 这个真正的原稿 这个真正的原稿都赢 有时候可能要几十遍 甚至有时候会毁掉 这个问题是问王科老师 他说您的往事的记忆当中 对于顾晨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最不愿意谈起的就是他 因为我一说他 把他们家就老找我麻烦 我其实来讲顾晨跟我关也挺好的 1993年我当时参加柏林艺术节的时候 我就住在顾晨家里 当时住在顾晨家 戏业家 因为这帮诗人都去了 包括老背道也去了 多多 杨烈很多 因为我住在顾晨家 我们经常还在他们家能搞个聚会 还能喝个酒 如果我不在他们家 他家里就 就他们两口挺冷清的一个 因为顾晨恋人也不喝酒 当然他挺尊重我 我说你喝一口他可能也会喝 你看我在那住了 我至今还手里有一些 他当时在93年他们家里 那时候他画点水墨画 画点什么钢笔画 他画了我的一幅肖像 我还先保留着呢 另外他的水墨画我估计一般人手里没有 但是我有两幅 他画了两幅鱼给我 富贵有鱼他说 还给我画两幅鱼 其实我们国也挺好的 但是呢 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 后来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啊 所以我们就不好说什么 你说都是朋友 是吧 谢叶她太太跟我也很熟 所以我说这个是个悲剧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爱谈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最早 所以为什么他们家有意见 当时那报纸一采访 我记得香港就给我打过电话记者 问我这事怎么看 因为那个记者我忘了谁了 当时说的话挺刺激人的 他说你们这帮写诗人最老实就固承了 他都杀人 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说这跟我们有关系吗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完了以后我们只是说了一个 我说不管怎么样 就是人死这个 杀人是不对的 我们刚说这个反正人就有意见 所以这事我就 今天我就说到这儿 我就一般 你看我书里都不怎么写它 就不谈他家的事 因为毕竟人家去世了 就得尊重别人 其实我们知道他隐私很多的 不说了就算了 那个最后收益轮吧 还有抓紧时间 我们最后收益轮如果有的话 这个是问北刀老师的 他说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 他说您觉得香港中文大学 是个适合创作的地方 还是一个适合养老的地方 我是2007年从美国搬到了香港 因为找到这份教职 有点偶然 那么我到香港呢就 我后来想想其实是我自己的满年生活中呢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运气非常好 我终于回到了香港 而且和大陆有关系了 如果我在美国待着的话 那毕竟是很有限的 它对中国文化做不了多 我们以前做过很多事儿 但是基本上没有影响 所以到了 你看我从香港以后 差不多十年以后吧 然后我在一个是 创办了香港诗歌节 还有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后来回到大陆 我做的这个给孩子的系列 还有四五套丛书吧 所以这些年呢 我认为是 虽然这些可能这十年写的东西不多 但是我觉得是做了一些 和这个中国文化有点影响的 这个对我多少是和我自己的生活 和我的写作都连在一起了 谢谢 我觉得这因为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 刚才都有问到背道老师 其实背道老师回答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回答好几个问题 比如说有一位他说他看了你写的《城门开》 然后他也看了萧鸿写的《忽兰河传》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两部作品都是在香港写的 你在香港写 萧鸿也在香港写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您在香港反而他写了关于北京 关于童年的 关于以前的那些记忆 还有包括他们说香港这个城市 是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感受 你觉得香港是不是一个有灵气的城市 我在香港从2007年 我还记得8月1号到香港以后呢 我也面临了这个 连教职的工作都有问题 我居然没给我签证 没有给我工作签证 我挺好奇的 怎么会 后来我差不多等了8个月 就没有工作 最终还是有各种朋友的帮忙吧 那么其实后来我就决定继续做这个 一个是也从大概2009年写完了《城门开》 差不多花了一两年的时间 正好是想回顾这一段的童年记忆 也和这个城市有关系 因为这个城市有一定的距离感 倒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回到北京很难 你甚至都感到某种厌恶这个城市 而且后来再回到北京的时候 你都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了 所以正好是靠这个距离感 另外其实刚才我也顺便说一下 其实我在六年前 因为德里斯病 中风 中风后来我的写作也停止了 差不多四年 后来我也可以在这六年以来开始画画 后来我跟芒可一样 就是混混 所以开始也画画 但是因为有语言 语言有一段时间是有很大的困难 从这一两年才真正开始写作了 谢谢北岛老师 北岛老师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忽然让我对北岛这个名字产生一些新的联想 刚才北岛老师说他在香港这边反而做了一些工作 和中国文化和大陆发生联系 在香港这座岛上其实回看 对香港也是北方 会产生一些新的文化意义上的联想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呢这边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问到两位老师的 就是说如果你们今天再创办杂志 你们会和四十年前创办今天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说一下我根本就再也不想创办杂志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累 原来我们就想让今天合法 但是就是一直合法不了 所以我就不再想办这个刊物了 当然后来今天这一点我非常赞赏老北岛 他在海外又俯瞰今天一直坚持地办到现在 其实他办新今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没参与 就是前九期我们一块做 到后来的所有今天我都没参与 其实都是北岛在做这件事情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杂志 这个杂志现在改成这个小小的开本了 从1990年在奥斯陆副刊 大概有十位作家和评论家 先开了一个会 开会决定应该继续 所以今天还是能够保持今天的风格和宗旨 所以后来可以说这个杂志一直从奥斯陆到斯特格尔摩 后来到纽约到South and Oaks 在洛杉矶附近 还有后来终于又到了香港 所以这个城市和可以说跨越了很多国家 也终于回到了香港 这个杂志其实是一百一十六期 现在在网上大家可以买得到 这个杂志当然有将近转眼快三十年了 就是在我们叫新今天和老今天 老今天刚才说的这个九期的这个今天杂志 那么从复刊以后呢 差不多将一百多期了 一直在海外一直坚持下去 那么可以说也非常地艰难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一直 如果回过头来的话 我看我跟芒克我们只差一岁 我是1949年出生的 芒克是1950年出生的 我是29岁 他是28岁 正好跨过了40年 也挺伤感的 那个北岛是民国是不是 我是新中国是不是 对 两代人 就差一岁 好 那个 我们刚才谈的是比较宏观的问题 这一位我觉得可能是 问的一个问题蛮有意思的 他说如果投稿给今天杂志的话 翻译和创作的 两位老师觉得像他想投稿成功 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一般的不投稿 是这样 除非 你们可以试试 因为一般我们去约稿 一般的比例确实很低 除非真的有特别独特的事 这个人才的话可以试试 我们有这个可以在网上去查到 可以去发到哪儿 如果我们先由编辑们过滤之后再决定 谢谢 所以先要认识编辑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想要请教两位老师 就是从你们今天回过头去看 关于巴黎年代的大陆的文化热 以及你们亲手 其实你们也是亲自参与 甚至建构了整个巴黎年代的一部分的文化的热潮 你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巴黎年代 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多人都认为特别愿意回忆巴黎年代 觉得巴黎年代多么热 多么好 我个人来讲 巴黎年代我一点好感都没有 我那时候很惨 巴黎年代被开除 其实我也没什么工职 我就当过一年的工人 之后就给我开除了 开除之后没有任何地方敢要我 我就从此也没跟体制内任何有瓜葛 直到现在 也无家可归 也不敢回家 回家我父母也受不了 等于我将近三年 两年多三年我就没敢回家 有什么美好的东躲西藏 东躲西住的 所以其实大家一回说那块挺美好的 我觉得没什么美好的 等于直到八四年之后 那个时候我跟阿诚 老阿诚允许那时候私人办公司了 当然阿诚和那个办了一个公司 包括还有李献廷 把我给拉出来了 三个儿办了一个东方造型艺术中心 报号子弄得还挺大 他是总经理 我们俩都是副总经理 没员工 后来以后呢 我们做这个公司呢 请了一些画家艺术家搞雕塑的 我们当时就是朗活嘛 就是比如想给哪个城市做一个城市雕塑 想挣点钱 因为我们当时只弄了一点开办费 这开办费谁给的 就是那个任志强给的 就是花园这个 但是当时我们可能有点 当代艺术就是这帮画家 可能他们有点超前 比如说给人设计的一个城市雕塑 人家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 这不行啊 其实现在想起 那雕塑要设计 比如说有人设计一个大火凤凰 那立在海边多漂亮啊 当时那些当官的 这不行 不像凤凰 就不能 其实我们弄了半天 就把钱花完了一笔钱没挣着 就倒闭了 就只能歇了 就是关了 完了以后阿诚就给人 又写电视剧本去了 立先天又回美术报当编剧去了 我呢 阿诚还没忘了我 就又给我找了一个别的公司 给我塞进去了 就混热子了 我就在说这儿吧 那个 其实我跟芒克我们也下过海 我是1985年 那个也是体制的问题 那个当时我是反 先是和今天做主编一直被 一直我被批判嘛 后来在反精神污染运动又成了重要的批判对象 所以这个没办法就不能工作了 原来是有一个叫《世界语》的杂志 叫《中国报道》 后来我就下海了 下海了是在一个叫采荷村 什么 飞达公司的 我也干了不到一年 一分钱没挣着 然后我想想其实 比较有意思的是 但是回过头来的话 我觉得其实和 为什么和今天的这个意义 我回过头来 还是觉得是某种颠覆了 就是官方的话语系统 可能很多同学们不知道 什么叫话语这个词 可能现在变得很时髦的词了 叫Discourse 其实它是可以说是从 我觉得甚至从1942年开始的 就是从这个 可以说被这种革命文学 我们后来叫代替的叫工农兵文学 工农兵文学从之后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文革后期 我们就开始厌 真是厌倦 对他们这种革命文学非常厌倦 所以我们就自己写作 那时候我们的写作 跟他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地下写作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幸亏那些人都看不太懂 当时警察的水平根本就不够 他们当时还把我们查了查 去找一些专家 就是当时的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化研究所 他们去专家后来看了看 说这诗 像北岛这样的诗 都认为是外国诗 就用这个办法 外国人写的 对 外国人写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和 我们回过头来 最初的追溯这段历史 我觉得是和文化革命 虽然文化革命有很多很多问题 也可以说是劫难 但是我们改变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要不然如果你想想到 如果从49年以后的这种革命文学继续存在下去的话 那么就永远是这样 那么和我们这批诗人们自己悄悄写作 也利用中国的这种政局开始松动 然后我们终于把这些作品发表出来了 然后根本改变了一批 甚至从70年代末 这些大学生 当时的大学生 也包括了当时的年轻人 他们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方式 也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杂志而已 它是根本改变了这个话语的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其实说80年代以后也面临新的问题 包括现在我说的话语 包括现在也是包括那种金钱的概念 金钱的话语 还有这种预乐的话语 你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角度 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从第一步推动了这一步 好 这个刚才北道老师讲 我们刚才那个问题说 关于香港中文大学是养老的还是创作的地方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朋友 希望北道老师提一提 今天杂志和盲克老师的十月的现实 可以在书展现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展位购买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刚才北道老师讲了 我们中文聊天也讲了 北道老师 我这次来其实我也说 能不能请北道老师做一个网络的 关于诗歌的音频节目 北道老师他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部分 就在主编给孩子的系列 然后呢这位读者就问到 他想请教两位老师说 诗歌对于未来的小朋友有什么意义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他不仅仅是对未来了 实际上诗歌要追溯上千年 他都对人类是最有意义的 因为其实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就是语言 没有语言我们怎么交流 不管什么语吧 是吧 而且由于有了语言 我们才有了交流方式 抒发自己的内心想法的很多东西 不管哲学 文学 所有东西都跟语言有关系 包括诗歌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就它 我相信有人类存在的时候 有语言存在的时候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 它都会延续下去 它不可能消亡的东西 除了我们不是人了 我在退休生活中 其实没退休 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 我是荣誉教授 还是诗歌节的发起人也是主任 但是我现在当然也是和我的儿子有关 这个叫兜兜 他的小名 他六岁的时候 因为他读一首诗叫做 《假如我是一支粉笔》 当时的诗我启疯了 我说这个诗怎么能朗诵成这样呢 后来我就决定 我说我这两三年吧 我下了功夫 然后就编写 这有大概是几千首吧 过滤了以后 一共选了一百零一首诗 一共有七十多首外国诗 有三十一首首中国诗 这是第一本书 这本书呢 从四年前正式出版的 而且这个影响挺大的 这书好像在大陆 据说已经卖掉了八十万册 现在据说是 反正就是 然后接着 当时我们想继续做下去 本来是没想到 只是出一本书而已 后来接着就是说 跟那个李陀的合作 就编了一个给孩子的散文 然后接着就是和那个叶佳莹先生 给孩子的古诗词 然后还有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还有给王安逸的合作等等 现在这书已经第十几本了吧 现在我们计划就是一个类似的百科的概念 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年轻人的教育方式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教育体制 大家都明白 包括香港人 包括大陆人 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给下一代 能够改变他们的这个思维方式 和这个创作的可能性 好 谢谢 谢谢 给孩子的系列 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展位有手 刚才那个蒙克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 他说今天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解答了我心里面的一个感想 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对话 就您说到为什么起名叫今天 因为你觉得它永不过时 所以其实我本来想在讲座之前 跟北大老师我说 我们可以聊聊今天的昨天 那是往事 今天的现在 今天的明天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明天不需要聊了 为什么 因为就像蒙克老师刚才回答的问题 今天永不过时 所以我觉得对今天杂志而言 以及今天我们所有在场的读者而言 今天就是明天 谢谢大家